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两个不同观点的两个候选人或者是嘉宾了 他们不同观点 但是有一个人口才好 就是他语言强势 那么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不一定他们同时出现在这里 但是你要在这次节目里让他说 在下次节目里 你尽量给他一个平等的时间 让他对立方说 你说他这种英国人 他对言论的这种平等平平衡 能到这种程度 对 英国人在理性方面 我觉得太多的东西可以见 我们老是讲法国大革命 法国那个浪漫起来 很浪漫 暴力起来非常暴力 所以我们有时候讲中国革命 渊源的时候就要追到法国大革命 到俄国革命 一直到中国革命 这个渊源 我们当然今天不可能 我们刚才是要讲讲鱼丹 是吧 是要讲鱼丹 就是王硕那天在节目里 可以说是批评了鱼丹 对吧 你们很不满意 我不同意 我非常喜欢鱼丹 我可以说 我从来也没说过是谁的粉丝 但是我可以说 看了鱼丹以后 真是可以说是鱼丹的粉丝 因为我觉得鱼丹是一个 几乎2500年来 第一次有人做这样的事情 就评价我就这么高 因为他整个用一种 非常巧妙的话语来消解了 和有一种用一种阳光的方式 首先我们说 他是一个聪明的漂亮的 有知识有口才 会讲故事 爱玩 好玩的这么一个女学者 女教授 出来来讲孔老夫子的这一套 我们刚才说 王硕就说 孔儒学就是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 这太简单了 本质化 我们以前也是女性 很难喜欢儒家的 因为都是男老师 带一堆男学生 然后都是什么女子 为女子与小人南洋也 这马上女权主义厅就疯了 这怎么要得 虞丹这么一个形象 完全是非常巧妙 把他孔老夫子 穿上了一个现代化的服装 我认为是 而且是一个个性化的 一个重新的再演式 是一个和谐的 他拎出来的 过滤过出来的那个东西 我认为是跟现代社会 是我们讲了这么多年的信仰危机 怎么从传统 中国传统文化 怎么能够做现代性的转化 那些海外新儒家是杜维明先生也好 余英氏先生好 好守穷精 你搞了半天国学 不就是要研究这个吗 怎么转化成现代 现代性 人家余丹 我觉得真是举重如轻 把这个挑出来了 沈公呢 沈公昨天说认识余丹的爸爸 我对余丹说实话 我自己 我现在是很多人的粉丝了 很多人是你的粉丝 还是你是 我是他们的粉丝了 那么余丹是 我是他的一个粉丝 那么余丹我一开始就喜欢了 完全不了解情况 最近更喜欢了 多酷的一个人 最近我才发现 我看了亚洲周刊 我才知道 我看的材料不多 亚洲周刊上 最近一起说这个余丹的经历 他是一个玩家 而且他在广播电视行业里边 有很丰富的经验 他帮助了很多节目的成画 包括我们节目 就是开成画会 他是电视界的一个老师 因为他的本行 其实是广播电视 又是古典文学 又是传媒 所以我才说一句话 我跟家里人说 余丹的成功叫做 调一句古文来说了 良友亦也 是有原因的 并不是 获然报的大名 不是这么一回事情 人家你说他 比如说错解 歪解 这个你怎么看 错解 歪解 我觉得 首先我不研究这些东西的 我觉得大体上 于丹 我们编稿子的人都那么说了 路线方针是正确的 这是最重要的 这是什么路线方针的 什么路线 他就恢复传统 对不对 对了 和谐的一面 和谐的一面 而且是那个 实际上隐暗了 纠正 我们一阶段斗争 维刚以来的很多的 深入人心的错误的观念 尽管 当然了 他没有明确的提出来 要批判这些观念 这个无所谓 他里面确实 你说他心灵鸡汤 我们不要那么学术视力眼的 说你这就是通俗化的东西 美国一整套的心灵鸡汤 有它的读者需要 有它的市场 大家在这种急速变化的生活当中 心里需要有一个价值观 我们经常在讲这个价值空白在哪里 那么用什么东西去填补 是吧 我觉得 然后呢 现在的人呢 因为经过 毕竟经过这么几十年的 你不管是阶级斗争文化 他一个新东西出来 他就怀疑 你这是不是要倒退 但是我觉得有些问题提出来 是值得我们讨论的 比如说 前几天有一八十后的女孩 就在说 说的关键是余丹 是引导中国人 八十后的太太 八零后 八零后 八十后是老的 八零年出生了 对对对 他说关键余丹 是引导中国人 是当顺民 还是当公民 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很好 因为你就会说 君君臣臣富 他是不是就是又想 恢复那一套封建秩序 中军思想 咱们正而没有 你仔细去看他的书 我认为他提倡的是当公民 是要有一种个人的定力 和判断能力 然后你怎么来进退有据的 平静的从容的 来对待一个 纷乱的世界 变化的世界 我觉得他不是提倡 一个没有脑袋的忠实 忠于一个什么秩序 北大清华时播 是讨伐 他的回答是什么 他说这些人很可爱 因为你们大家 这么在乎这个国学 在乎这个传统 那很好的一件事 大家一起来探讨 你看他是一个平等的 开放的 宽容的一种心态 所以我觉得他 整个他这种人格的 我很赞成你这个想法 言多必须 可能会有讲错的地方 我回忆起在他以前 有一位也做了很大功劳的 可是不像 不像余丹那样会说 余秋宇先生 余秋宇先生应该说 他对中国的散文的发展等等 思想的开放等等 做了很多工作的 可是我们可以纠正 余先生的很多错误 可是不能否定 余丹也一样 你可以起来纠正他 可是你不要否定 包括王硕 你说 对 说余秋宇 说武侠 余秋宇的风格 也不是我最喜欢 我公平说 武侠我也不爱看 武侠我也是见着 就是电视 我武打的 我马上就换频道 但是有这么多的人喜欢 他有他的角度 他有他的原因 你不可以说出来 说我对武侠的看法 那就要定调了 你们这都是不入流的 这武侠哪有什么诗 小说的标准就是在这 这是我觉得是不好的一种 但是也有的这个知识分子提出 这个武侠里边隐含着的一种东西 就比如说那你看这个东西 人与人之间不讲法治 为点个人恩怨就大打出手 血流遍地 这种所谓嗜血啊 暴力啊 但是说咱看了习以为常 咱当当个很好玩的东西看 这个里边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 也是有 我觉得这都是可以讨论的 我觉得是有问题 可是任何一个东西 你不能够全部封为人 人生的一个宗旨啊等等 就看他的 我们的出版业的好话 就看他的精神跟大方向 而且你说你一定要细谈这文 就像你说大片很多暴力 大家就说这都不能看了 那首先你是不是应该先谈电影 首先应该有个分级制度 就像你说这个骂脏话一样 我周围生活 为什么我不在意 我周围生活里面不论男女 那说脏话的人太多了 非常生猛的 我的有些女朋友讲话 但是要看什么场合 而且这种问题都变成 就是媒体要不断澄清 要讨论 就是已经其实又是一个例子 证明我们的文明的基本的常识 已经都到了什么程度 混淆 不知道怎么办 这好像在什么地方 说脏话还是什么 这都不清楚了 其实这中国的 以前都是很 大家都很知道的 脏话 我觉得这个问题 我到现在说一个外行话 我这老头现在拼命在研究 那个言论中间的误稿 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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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恶可恶 恶稿 恶稿 这词好 误稿 以后就叫误稿 这个上海话叫误稿 误稿 上海写着五七八糟的误 误稿 这个跟彰化的区别是什么呢 我至今也不懂 我觉得恶稿吧 你们就说用你们的词吧 恶稿 现在很流行 而且认为是 犬如主义的一种表现 我看理念上探讨 犬如主义的一个表现 当我没法正当表达意见的时候 我真的用犬如主义的办法 或者是不说话 其实你要这样说 王硕那九十年代的小说 也可以说是恶搞的先驱 在某种程度上 那当然我有点 他真是 我有点对他 他现在章话 我没看那么多节目 我也看不到那些多报纸什么 可是当年这些东西我还欣赏 我们非常看了很有快感 因为我对大家说 我就觉得 就甭管说一千到一万 他这个王硕呀 他的成就是否定不了的 功不可没 我在四十年代 在上海是看小报出生的 你们都没看过 他每天跟我们聊聊对的 这就是小报 他了解 对对对 咱们先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现在也有一种意见 就这个反对孔子 就认为这个孔子 实际上没那么大的格局 吹的就是论语吹的没那么大 包括他提出的一些东西 也是因应当时的情况 尤其你比如像典型这个代表性观点 就是你的孔子提倡这种等级 尊卑 讲这个客戟 副礼 整个这一套 还甚至还认为这是流读几千年的东西 沈公你怎么看 哎呀 你说的这个问题太关键了 为什么呢 我跟您介绍 我是当年的批铃批孔的时候 我在这个 批铃批孔 我在里边是积极工作的 我做的小资源 我是专门做会议计计划 整理简报等等 可是我很形容 很荣幸 我始终认为我的光荣的始终间的很光荣的意义 我到了批铃批孔小组了 我跟谢敬毅同志领导下工作 所以呢 你说的这个问题呢 对我来说很关键 我当年是积极地学习 如果跟当时所接受的比较起来呢 那我觉得于丹所做的事情是 大部分是恢复的史真相 没有在掩盖的史真相 是吗 因为对我来说 就所谓孔子的原因 对他把孔子的这些思想 原来的东西加以表述 这个跟我学的那些 我当年是从斗争的观念去看 您能不能给我举个例子 就是他的真意是什么 我一下子我没准备 我来补充比如顺便 就是说比如说他说道不远人 他就这种日常生活当中的审美的态度 比如说也是其中一个 就是说他最喜欢的学生 那个是那个盐回是沐浴春风什么等等 实际上我们一想就是孔子都是很很拘谨的 就是要终军的怎么怎么样 反正总之我就觉得他的这个 因为孔老夫子也是很爱玩的一个人呢 所以我为什么说他这个 这个这个余丹是他女传人的 现代女传人 他的生活态度不是光是那么一个激进 整天坐那板着脸教训人的 他对他各个弟子不同的态度 不同的才能 他因才是教 他各种各样的评论都是很不一样的 你们最后把他的形象固定为一个 我们最后就是什么孔老二 这个本身就是我觉得黑白分明 老是非常绝对的谈 刚才沈公还说了一个就是说 他不仅批林批孔 当年还得更奉命批胡适 到现在回想起来 其实胡适是他认为是更更正确的 也好更对的 就是这种自由的心态 你要包容不同的流派对吧 我不知道您对这个胡适的这个 就跟胡适当然了 因为我当时不是我年纪很轻 我在三年书店工作 我可以告诉大家 批判胡适的八本文记 都是三年书店错的 当年是当局 我认为是一个开明的方针 这个当局不知道上面是谁的主义 这些书不用人名错百岁的名义错 胡适思想批判文记八本 全用三年书店的名义错 那么我当时三年书店的小鬼 我哪有 我连做编辑的资格都没有 不过我参与了这些事情 我才知道看了这些文章 现在我有这些文件再重新看 才觉得我们这个 我很同意目前的一种思潮 我们不应该默杀武士 胡适主张容忍 说实话 我三年书店当年我主持工作的 我刚才说佛舅要回头看 印了很重要的本书就是宽容 宽容这本书 宽容的宽容 现在印了当年 八五年的时候 一出来就印十五万了 现在已经有十个一本了 这个十个一本 我跟你说实话 都比我编的一本好 真是 您说这个我特别心有所感 你看我是媒体的一个镜子了 我特别能感受到 现在中国这个社会 这个媒体环境 特别的奇怪 一方面来说 干什么都行 干什么无法无天 干什么都行 是吧 难道女唱怎么都行 但是另一方面 你看我作为一个言论节目主持人 我又觉得特别的自我设限 特别的不敢说 说话又是特别的颠三倒四 其实我有时候觉得 我为什么会变成颠三倒四 一句话就想 别触犯了这个 又实际上并不宽容 你知道吗 其实我真正想的是什么 就是说人有没有表达的自由 甚至咱说到极端 是不是允许有说错话的自由 因为人无往不在错误之中 但是我现在发现 现在是给吓住了 你比如说作为主持人 我什么也不敢说好不好 我说的都是等于零的话好不好 因为我说 那么你可以批评我 就像张老师 你说我错了 我错了 我思考我认识 那么错了 我不就进步了吗 我虽然对美国不了解 但我会 我假想 我假想美国应该是一个什么 你总是说真心话的 对吧 我说的可能是错的 但是我说的一定是我心里想的 还有一个 就是说美国是一个有基本的社会共识 又同时是宽容的 我觉得这两个是必须都 两个都要有的 你如果社会这个价值观是混乱的 没有一个基本的共识的话 你不知道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这儿一个标准那儿一个标准 这个也容易就乱打仗 我说实话 我一老买老说一句话 对 都问 涛先生这样的小伙子要管 要严加管理 可是不是那种管 怎么管 我当年接受过一种另外一种管理 也不断地说你的这个错了 那个错了 不是指出你过分了 老指出你做的不够 就八十年代的时候 八十年代 那个时候怎么忽然直接说是 这个你们怎么不讲人道主义啊 这不宣传人道主义啊 不宣传人的价值啊 我们不敢宣传啊 这没有什么啊 这应该宣传啊等等啊 所以啊 我觉得现在的管理啊 就应该是从两方面来管理 一种是过分的话讲的 讲过分的话了 还有一种是没有讲够 现在没讲够的地方太多了 是啊 是啊 我觉得 所以我的结论是 有意思 对 陶温涛应该严加管理 用这种办法管理 对 我不能老说你讲过 管得让他如暮春风 不能如李不斌啊 你得给这年轻人指成名路啊 往哪走啊 是吧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王硕说这个说余丹 你是圣唐 怎么能这么说呢 说其实且不说余丹 人家生活很苦的 很苦 其实他说的 人家余丹饮是余光中的话 咱们且不说 长朝人民生活很苦 怎么能把一个这么大一个长朝 中国文化 这个历史都很复杂的 每一个朝代都很复杂 你要说就是因为打仗 那哪个朝代不打仗 底层人民 经常有很多人生活 不怎么好 但是圣唐的这种 就是长安圣旷 也不是光是八方来朝 就是皇帝在那威风 他那个市民生活的繁荣和发达 也有很多事料记载的 这又是一种看法了 你各同的方面 你不能把一个大唐朝 一下简单成一个 就打仗这件事 沈公说说 我这个 这方面 我没什么心底观点了 我也觉得是 我想的说的是个题外的话 我经常跟扎监英请教问题 我不感觉得我 开头知道他是小说家 请教小说 后来知道他是英格里系专家 英格里系专家 我不会讲英格里系的时候都要问他 我今天才知道 还要跟他请教古文 得到了很多古代的知识 没有没有没有 这就不能这么讲 我要受攻击了 对对对 所以刚才沈公也启发我 就说像我们这种年轻人 如何自新呢 改过自新呢 我跟你讲 不是都在讲佛经吗 我倒是得到一个 我个人的学习观 就是华言经理 善才童子 我个人挺倾向于 他那种学习态度 说善才童子 就是五十三餐 五十三餐 就是各行各业的人 就是三人行必有我师 择其善者而从之 其不善者而改之 就对我来说 那些你们不喜欢 或者我暂时不能理解的部分 跟我没有关系 但是他总有我可以学习的 探讨的地方 其实他佛家 从在印度这个传统 尤其发达 就是这个所谓debate 就是探讨 他要互相要争吵的 要争吵 从学徒期间 就长期的要争吵 所以他印度这里面 这种谈禅 各种流派 他在那互相争论 这是一个很大的传统 那么说到一直到现在 当然 佛教到了中国 就有流变 王硕的批评 和你现在的这种反批评 你们之间也构成一种辩论吗 构成一种张力 我们可以探讨 但是就不要你死我活 就不要变成 你错我对就行 所以你这个 是啊 那个佛 在印度为什么就 中国人一说 他们就谈到最后 就搞民主了吗 最后这个路径不同 他们怎么发展民主 跟那个佛教团队 跟历史上